每个人都穿 医生全部都穿 那些BBE 全BBE穿 它是难以吸引 衣服是水准 所以它是更不舒服 因为国外的情况 比如说韩国 伊朗跟意大利的情况 都会变化 都会影响到我们新加坡 对 情况不能中泄 2019冠状病毒的阴霾笼罩全球 医护人员身负守护生命的责任 不畏艰辛 冲在前线 非常时期 医护人员禁止跨越不同医疗场所 避免交叉感染 因此人医会成员无法参与慈激疫诊 即使近期看不到复出身影 新加坡慈激执行团队和志工们 没把它们忘了 145份祝福包 亲手送到全岛各医院和诊所 为人医会成员们 加油打气 今天早上你们突然间来也是很好 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比较有精神 我觉得非常感到 因为Sekie会显示自己的关系 我们会永远感到他们的帮助 我觉得是Sekie的方式 送爱团队中张爱玉是退休护理人员 2003年非典疫情 她也是前线冲锋者 因此更能同理医护人员的心情 每天就是从早忙到晚 就是那么当然大家都很恐慌 因为那时候就发生一个人死亡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抗拒医护人员说 你可能就是带净者 所以我说我们也要出去送爱给我们的人医会 这个爱是像一个波浪这样 一直在连连 一直在转动 疫情当前 爱不缺席 用爱守护 战胜疫情 在新闻张玉佳 戴小庆 新加坡慈激基金会报导 新加坡慈激基金会报导